现在我们会示范如何将我们建有客户人、联络人的资料汇入我们的Bitrix 24 CRM 里面 通常很多客户初期没使用过任何CRM 产品之前都会使用Microsoft Excel 记录联络人的资料 如果CRM 产品是有汇入资料的功能 你就可以不用由头开始用人手入过所有的资料 这样会省很多的时间 Bitrix 24 CRM 可以经由来自不同地方的资料来汇入联络人资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这边 我们用Mouse Click 入这个齿梁 就会看到有几种汇入资料的方法 我们现在开始示范一下如何汇入资料先 首先我们需要预备一个再有联络人资料的CSV 档案 CSV 其实是一个文字格式的档案 可以由Microsoft Excel 删成出来的 大部分联络人资料都不外乎名称 电话、电邮等等 如果使用Microsoft Excel 也可以轻易做出来的 那来回这个CRM 汇入版面先 我们已经预备好一个CSV 档案 那现在我们可以用Mouse 按这个Choose File 的键 然后我们看一下需要不需要在这个汇入动作做一些的微调 例如这个Contact Type 就是我们现在所汇入的联络人资料是属于哪一类型 联络人可以是你的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或者其他种类 如果不确定是可以设置做General Contacts 回入了之后CRM 里面修改的 接着这个Source 即是联络人资料是经什么方法得回来 例如这个联络人主动经电话联络又或者经email 再可能是经Facebook 专页 那个CRM 都会有记录的 接着下面这个File Format Column Separator 是说给CRM 知道CSV 档案里面每一行的资料 是用什么符号作分隔 这一样是需要看回CSV 档案里面是怎样的格式的 好像我们这个示范那样 CSV 是用分号分隔每一行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选择Semicolor 接着按Next 下一步 这部分是帮CSV 档案里面每一行资料 配对到CRM 相应资料位置 因为CSV 档案每一行资料位置 未必同CRM 即时自动配对到 所以这一步是需要用人手留一留意的 有一点留心是 First Name 和Last Name 必需输入 然后按Next 下一步 这一步是设定需不需要检查重复的资料 CRM 会将配对联络人的证明、电话号码、电邮 是不是已经存在在CRM 资料库里面 如果汇入的时候遇到重复的资料的话 CRM 可以允许将被入的资料 是否幅写到CRM 的资料库中 接着按Next 下一步开始回入资料 系统在这一步会整理出现时 有多少个联络人资料已经成功回入 以及有多少个重复资料已经被处理 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欢迎浏览我们的公司网页 或者直接打这个电话和客户服务员联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